各位现在都把我们刚刚的图层转换成智慧型物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Carpet Tool 变形工具 那变形工具的话我得请大家先找找 请问你在Photoshop里面 有没有看过在这个工具箱里面有一个是图钉 图钉的有吗 你可以找找看看 这里面编辑工具列有没有一个 工具看起来像图钉一样 有没有 很奇怪他没有 但是我们在 这个After Effects在Earthrator其实是有的 好来我们找这边 编辑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操控弯曲 好按下去咯 这个 你看 虽然他是在这个选单里面 可是呢其实我套用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他其实也是一种滤镜 有没有在右向卡这里 那 今天呢你进来的时候他会显示一个这样的网格状给你 那有些同学 尤其是四传同学比较不习惯看到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网格状关掉 因为这个网纹其实他就是要给你了解一下这个影像的变形是怎么变的 那你把这里关掉 他就不显示出来 有没有 这里就没有了 好 现在就是你开始报仇的时间了 开始要来钉图钉 我们来试看看好了 这里 有没有钉一颗图钉 头嘛 然后头发 那你的肩膀 肩膀 这里 这里 手如果关节要会动 手掌还会动这里可以再钉一个 这里 这里 好 胸股这边 然后这里 这里 不是钉越多越好 是要钉对地方 好 我已经把 钉子钉好了 现在呢 就好像我们要操控那个 有没有看过布袋器那个布偶器去 就是 这样子 来我们来动动脚好了 按捏路 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如果一次选两个 你应该知道脚是应该要可以开箱 对不对 如果连小腿都要一起 我就一次三个 这样可以接受吗 不行 我们为什么要去背你知道的吧 你如果没有去背的话是不是连下面的都会一起碰到 对不对 好再来你看我如果这边 挥挥手 GG手 你如果要摆摆头 我就连头发 跟这里一起 登登登登 这样可以吗 事实上 Adobe后来利用这个工具 又开发成另外一个软体 就是做动画 忍入角色2D的 因为他发现这个看法 因为可以 可以拿来玩吗 那你要 你看这里不好 可是我要整个一起动 我就要连上面 所以呢不是图钉钉越多越好 他跟我们背之曲线一样 其实你背之曲线的点要下得越少越好 因为 你的点 越少 你可以控制的范围比较多 我就不需要选太多的点 这样了解 可以像这样 那如果万一错了怎么办 这个钉子我不要 你可以点到他按下Delete 你就可以做删除的动作 你看像我这样 点到Delete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你要在他回来 好吧 再回来 放下来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做动画 当然可以啊 那你就知道 如果我在Photoshop 里面做 可以 我在After Effects 当然也可以变动画 打个勾 就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这边 有没有 使用前 使用后 这样是不是OK 好所以你可以试试看看 那我们刚刚讲的万一你不满意 点两下 你看 在这个 操控弯曲点两下 有没有进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变得有智慧一点 你有智慧一点才可以怎么样 重复修改很方便 这样会不会呢 这个工具会了 你不小心在Delete也会了 你知道吗 一样的方式 很接近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了 来 你看Delete 我这里打开 有没有 这里有一张 刚刚同学说 螳螂只有五只脚 这怪怪的 因为螳螂是 螳螂是昆虫 还是不是昆虫 所以昆虫都几只脚 那 蜘蛛是 昆虫 不是 因为他是 对 好 那 这个 也是一样 你看 来 你找找看 这里面有没有图钉的工具 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看一下 在哪 图钉图钉 赶快出来 我记得在下面 比较偏向 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操控弯曲 对不对 你要点这里 编辑工具列 点这边 当然如果你想要把它拿出来也可以 这样就拿出来 这样下次就不用再去里面 慢慢找 来 盯一下 我们看一下 图层 打开 那这里面因为他分了很多层 所以呢你在这里用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针对这个群组 哎不行吗 这里 点点 我有射错吗 点到他 好来 因为我刚没有选到他 不好意思 要这样选到他 好现在这里盯一下 你如果这样钉 一动 会全部一起动 对不对 因为这有一个钉子嘛 如果你希望他固定在脚 在这个地板上 你就把这里盯住 这样子 有没有 就可以这样动 这样了解 那如果需要身体固定住 我就在这里盯住 这样他那你就不会乱动 有没有 所以知道为什么要钉钉子了吗 钉钉子就是把那个地方固定住 那如果我需要这个关节 这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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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这里就会分开了 那你看动他一个不行 对不对 那我就来这边按住去的两个同时圈起来 这样有没有就下来 这样了解 所以你看我们在 底达推特里面 这个好像是在2018的时候 增加的功能 只是大家平常都不会在意 到底新增功能是什么 但是呢 很好玩 那你看这里 如果我针对这个人 然后这里 一样 先选到 好这样有了 我的钉子就可以拿进来 你看 你要帽子 这里 那 一样的如果你觉得看这个网格不习惯 怎么办 他没有出现在上面 请看右手边 内容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显示网格 你一样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 好这样就不会觉得 有点 就是 好像有点 挡住的感觉 那这样把它肩膀固定住 这个时候帽子 浮云 浮云 有没有 你这样就可以卡通一点吗 点到这两根 这样子 有没有 你可以做那种很夸张的表情 那如果你需要他脚固定住 我们就把脚 盯住 手 手 手 这样 这样有了解的 点到他 登登登 还是你要这样 都可以 所以你用 卡通的 他就可以卡通一点 如果你要他眉毛 然后你把眉毛这边 这样 他就会这样 这样了解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以打圈子里面 你可以像这样去使用 其实效果也很好啊 对不对 那 不管你在Photoshop 在以老推特去用这个工具 他都相对比较单纯 也就是你就 有了这个图定的工具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Apple Effect里面 其实你可以做更多 因为他的工具 更 更完整 好不好 所以以老推特跟Photoshop 你先试看看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Apple Effect里面 来玩玩看哦